这个女人狠起来连自己都偏 她用微弱的声音告诉外面的大妈 说自己对空气过敏 外面的大妈好像没听清 于是将耳朵凑进洞口 见大妈靠近 女人抄起手上的塑料板往地戳了上去 大妈顿时血流不止 捂住耳朵开始咒骂这该死的女人 而水下的女人却表现得更加嚣张 心想大妈吃了亏之后便会离开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大妈丝毫不顾及自己的伤势 立马生气地跑进机房 打开了用于给泳池消毒的减水系统 很快泳池就不停地冒跑 强烈的刺激感让女人浑身难受 慌乱中 女人脱下自己的贴身短裤 将排水口死死堵住 但很快女人便因为体力不知晕了过去 旁边的同伴赶紧一把将她捞了起来 然后不停地朝着外面的大妈求饶 大妈眼见再继续下去恐怕会闹出人命 于是只好前去关闭了消毒系统 可大妈怎么会就这样轻易算了 自己的医疗费又该怎么说 大妈告诉下面的两人 只要交出手里的时刻拉钻戒 就可以放他们出来 女人当然愿意 因为钻戒没了还可以找男朋友要 要是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大妈拿到钻戒后立马开心起来 也就打算饶了他们 接着她来到机房准备将两人放出来 可输入密码后 却发现根本不起作用 她猜想可能是刚刚开闸烧坏了电路板 两个女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彻底绝望了 他们已经在水里泡了整整一个晚上 现在两人都急着想要上大号 于是一个女人打算继续请求大妈 让她帮忙拨打求救电话 然而听到报警两个字 大妈瞬间开始慌了 要是让警察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 那还不得把老底做个大哭了 为了安全起见 大妈迅速地离开了现场 很快 其中一个女人就因为憋得太久 开始浑身抽搐 下一秒就晕了过去 旁边的女人只能赶紧另想办法 只见她游到水底 在这里发现一个排水口 这里有一块钢板少了一颗螺丝 但显然用蛮力根本打不开 接着她找到刚刚那条用过的短裤 再次潜到水底 将短裤撕烂后穿在钢板的缝隙处 然后再使劲地向上拉 有了衬手的工具后 厚重的钢板还真给她取了下来 接着她将钢板带回到水面 开始用力地 使劲地 愤怒地 猛砸上方的护板 果然大力出奇迹 护板最终被她砸烂了 最后女人将昏厥中的同伴拖到岸上 然后在爱牛市包包里找到遗迹肾上腺素 给同伴打上 很快 昏迷中的同伴也苏醒了过来 两人成功自救 拜拜